今個禮拜我們請來陽明堂中醫診所的李卓臨醫師王 李醫師你好 我知道今個禮拜你會跟我們講一下中醫怎樣去看情緒病 我們一般來說中醫要介入治療 我相信中藥一定是不可滑缺的 李醫師其實在你的臨床治療上面 除了我們會用中藥的方法之外 你還會用什麼治療手法去幫助情緒病患者 我們會用針灸的 針灸 特別是那些躁鬱症情緒很波動 或者有自殺經驗的病人 其實他很需要燃燒那種內心那種憤怒和不安 我們會借助針灸 去將那種神經那種衝動釋放出來 因為當一個人不肯爭的時候針灸會特別痛 但是痛的感覺反而就會令到那種壓力可以燃燒出來 痛的感覺就反而令到情緒之後沒有那麼波動 除了針灸之外呢 我們都會和一些焦慮症的病人做一些叫整隻服衛 整隻的 令到他的神經反射是暢通一些 可以減少他的心跳和手震和焦慮的那種感覺 是 所以都是看不同的病人的表現 就是看他的症狀和病態是怎樣去再決定 好,謝謝你,尼爾斯 By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